老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迟到了 安逵啊 你总算来了 我们等你半天了 是啊 是啊 来来来 文章写了一半 本想告一段落就出门 谁知道一写啊 就忘了时间了 来 玉梅啊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爸爸近年来 最得意的门生 张安逵 现在是学校的教授 玉梅小姐 你好 这是爸爸近年来 最得意的门生 张先生好 来来来 快坐下坐下 都准备吃饭了 来来来 玉梅你也坐 师母你也坐 坐坐坐 玉梅啊 给安逵盛饭 来来来 快来坐下 准备吃饭了 来来来 玉梅你也坐 师母您坐 坐坐坐 玉梅啊 给安逵盛饭 我自己来 让她盛饭 没事的 我来吧 谢谢啊 请 谢谢 随便随便 都是自家人 来来来 自己加菜 妈 来 妈 来 好 安逵 玉梅小姐 叫什么小姐 叫玉梅就行了 玉梅 尝尝这个 谢谢啊 谢谢啊 是啊 就像一家人嘛 来 吃吧 菜都凉了 快点吃啊 快吃 多吃点 来 谢谢师母 好 你啊 让玉梅多照顾一下安逵 好 进去吧 来 妈来忙 你把这个水啊 给安徽送回去 妈 去吧 去吧 张先生 请喝茶 这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 在学校教课很忙吧 忙 忙 所以我才着急把这篇论文赶完 玉梅啊 真不好意思啊 我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史料文献 我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 该跟你聊些什么 没事没事 是 那你忙 我不打扰你了 玉梅 你这个余母脑袋 真是气死我了 爸 看报呢 玉梅 你怎么出来了 张先生说他急着干文章呢 哎呀 这个书呆子 这个时候写什么文章啊 爸 我这趟回来主要是来看你和妈的 哈哈 发呀 感谢您的朋友 疯狂 您儿子 我们该在咱里面 您试试吧 很香 好 对 您 Lymea 爸爸希望你别再等了 安逵这个人很忠厚 你应该相信爸爸妈妈的眼光 不会害你的 爸 老师 我的文章写完了 您帮我看看行不行 你都当教授了 还要我帮你改文章啊 那不行 老师不帮我润一润 我的文章交出去 心里没底呢 安逵啊 这是尊重我 哄我这个退休的老头子开心哪 老师帮帮忙 我是真的跟你讨救兵来了 爸 你就帮他看看吧 那我先进去了 待会再出来 好 来 老师 你看 你爸和安逵多像一对父亲 父子 这个安逵呀 比你大五岁 解放后啊 你爸费了好大的劲 才安排他到学校去教书的 他一直啊 非常感激你爸爸 前一阵子 打听到你的下落以后 他就主动提出 要做你爸的干儿子 可是你爸就是不答应 我当时啊 就猜到你爸爸的用心了 其实啊 妈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你爸爸很喜欢安逵 至于你的两个孩子嘛 我和你爸都商量好了 大的既然已经出嫁了 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小的是你的亲生骨肉 往后啊 你可以把他接来 跟我们一块住啊 妈 安逵啊 当着我和你爸的面 承诺过 他会把你的女儿 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的 妈知道 给你安排好这一切 你一定会感到很突然 可是 爸妈的年纪都大了 这也是我们这辈子啊 唯一 最放心不下的事了 妈 对不起 我都这么大了 还在让你们操心 一切都过去了 王后啊 千万别再伤你爸爸的心了 啊 来 来 小心点 慢点啊 陈老大 这船是看往离岛的吗 谁啊谁啊 给我两张船票 好嘞 慢点啊 玉梅 票买好了 我们可以挺了 张先生 就不麻烦你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我票都买好了 你的好意我心里了 但是真的不方便 这样啊 那你路上小心啊 那我爸妈就麻烦你照顾了 哪儿的话 老师和师母照顾我更多 诶 陈老大 陈老大 来帮忙接一下 来 小心 来 小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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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给 来 来 慢点啊 来 大姐 当心啊 醒醒啊 小心啊 好 玉梅 玉梅 路上好好照顾自己 回来 玉梅 我后天去看你啊 嗯 路上保重 走 怎么了 怎么又渴了 照大夫的说法 我们还得多住一阵子 可是该怎么办呢 县城里看病 好 你还不认真 受到几岁了 她还不认真 她是酒 她是个能照顾你的好对象 妈实在想不出任何理由 来反对你们 你就那么巴不得 我赶紧嫁出去 这是我说了算 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妈还能害了你呀 何苦呢 能再活几天都不知道 我们这样 不是拖累人家吗 秀玉 妈 为什么明儿就出院 过的病不是 刚有点起色吗 家里带的钱 都已经花光了 没钱了 这县城医院 住个院怎么这么贵呀 你才知道 现在就连大夫开的那些药 都没钱买 好了 你母母子俩就别操心了 回去以后啊 我把药钱凑齐了 我再跑一趟县城 帮秀玉把药买齐了就是了 不是我跟我妈说话 你插什么嘴啊 我小荣 小荣 以后你不能再把我当外人了 过两天哪 你可要喊我一声故障了 你少在那儿跟我套近乎 让我叫你故障 等我姑答应嫁给你再说吧 王小荣 承文 这孩子越大越不懂事 没关系 这年纪的男孩都这样 哦 慢点慢点放心 王妈 我妈你回来了 秀玉好点了吗 好多了 就是前一阵子病癌得太厉害 身子不还虚得很 我给你装点刚剥好的母艺 回去给秀玉补补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客气 刚剥好的很新鲜的 妈 您就收下吧 好歹也是人家的仙女 小容 你先回去吧 别在外面吹风 我马上就回去 等谢了 淑萍啊 多放点姜 回去给秀玉补补啊 谢谢啊 莉如 没事的 别客气 别客气了 拿着 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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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你们这个岛上有个叫 李玉梅的 请问你知不知道 她住在哪儿啊 我知道 你沿着这条路往前走 左转有一小岔路 别拐弯 一直往山上逢下去 贵宾树林就是她家 谢谢你啊 同志 太欣喜了 小容 来 妈 你也吃啊 我吃 你也吃啊 哎 妈 妈 嗯 你有事啊 没事 妈吃饱了 你们慢慢吃啊 吃饱了 妈 你再多吃点 你才吃多少啊 妈 吃什么了就吃饱了吗 刚坐下一口都没吃呢 是啊 你看 才动了多少 乔荣啊 乔荣啊 我觉得 妈从外婆家回来以后 老是心神不宁 滚不手舍的 我觉得 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跟咱们说呀 妈也没跟我说呀 不过这么多年没回家了 回家有点心事 正常吧 行了 吃吧 好 雨霉 赵先生 来来来 里面请啊 好 好了 总算好了 你看 答应应该没错了 乔荣啊 真对不起啊 耽误你这么长时间 你看 张叔叔是学文的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 占过数学了 我已经尽力了 张叔叔你别这么说 我要是跟我同学说 是大学教授在给我补习 他们肯定羡慕死我了 看看还有什么题啊 翘柔 你们家县城的亲戚 还真不少啊 他可不是我们家亲戚 我跟你说 我刚问过妈了 妈说她是外公的一个学生 你外公的学生 是啊 不是 大老远跑餐家一趟 就是为了给巧云补习功课啊 我生火去 张先生啊 妈 玉梅啊 天黑了 我怕你赶不上 最后一班交通船了 那我就不打扰了 巧云 张叔叔走了 你好好学习啊 嗯 张叔叔再见 谢谢张叔叔 巧云再见 再见 再见 我来送送你吧 好 来 好 来 来 好像差不多了 不用送了 太麻烦你了 没事的 我送送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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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是 这妈也是 不理由人家吃了饭再走啊 这时间还早呢 吃饱了再上船也来得及啊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哎 怎么说骂人就骂人哪 哎 难不成 她是来追过丈母娘的 哎呀 那这事大了 巧柔 巧柔 哎呀 哎呀 你看都咳出血来了 来 让一下 所以我说嘛 这大夫的药不能断 这药才停了一天哪 她就咳成这样了 妈 别着急 待会儿我去找常文商量商量 只要前一凑齐 就去县城医院给秀逸拿药 不是 这 我先去熬点草药 看能不能先帮姑姑止咳 行行行 你先去吧 书皮你去帮帮忙吧 这孩子粗手粗脚的 行 妈有事喊我 你看着这个药爐 我去找你故障 妈我求你别张口闭口的 宋长文行不行 他怎么 他怎么惹着你了 反正我也说不上来 总之我就是讨厌他 从他第一天来岛上 我就讨厌他 而且越打越严重 我想起来我就恶心 我就想吐 再这么口无遮拦的 我真生气了 我就不相信 没有那个姓宋的 姑姑病就治不好了吗 你口气大了 你知道你姑姑这病 得花多少钱吗 多少钱 两百多块钱 你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吗 你妈都处理不了事 你逞什么呢 好好看这炉子 我是否太想吐了 汉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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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跟我妈说过了 我妈也说 这些信要是不被允许的话 根本送不到咱们村子里 再说了 这都是一封封的家书 我妈她不管这些 我 要不这样 我跟你一起回家 我去跟玉玫阿姨她们说行了吧 不用了 还是我来分吧 给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 那我先走了 嗯 哎 你到底有什么好烦的呀 古巧云你也见到了 你因为你姑 你一个多礼拜都不用上课 我跟你说啊 不准拿我姑开玩笑 再说我跟你急 那你到底有什么好烦的 你跟我说 我帮你想主意 我跟我妈说了 这事她都没辙 更别说咱们俩了 王小龙 你什么时候这么没志气啊 男子还大丈夫 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 快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估的药钱得两百多 现在我妈没辙 可她偏偏去找那个宋长文去商量 你知不知道 我最讨厌我们家跟宋长文有任何牵扯 什么样有二百多啊 这么贵啊 跟你说了你也帮不了我 现在看我妈愁成那样 我心里特别特别难过 我要是你啊 我就一定把这件事情给办成了 你想 这事你都办好了 这不正好告诉你吗 你已经长大了吗 你是个男人了 满嘴废话 哎呦 我真有办法 就可你敢不敢冒这个险了 有什么办法 哎 我怕死你了 怎么样 你家里有没有聚钱的东西啊 有 拿出来 那行 东西到手之后我去找你 去吧 哎 哎 说平快 拿条干净的毛巾来 我屋里有 我这就去拿 不用别去了 我这儿有了 你吓死我了 干嘛去啊 我干嘛去啊 我干嘛去啊 口袋装着什么呀 没有 这个呢 你拿我的玉桌子干嘛 干嘛 没干嘛 你给我进去 进去 说 说实话 我也把它卖了 好友先给我姑看病 我不想你给那个宋常文 有什么关门 你要把它卖了 你知不知道 这是你爸唯一留下我的东西 那姑姑还是爸爸的亲妹妹呢 要我爸在的话 他也会同意我这么做的 你 小荣 我不想给你解释了 总之我告诉你 你也当我这主意就去主意了 不然我饶不了你 巧云啊 王小荣真的这么说啊 这种事 小荣她不敢骗我 巧云 那你帮他们回信的时候 你让他们帮帮忙 找找爸 就说妈找他 妈同意吗 你管妈同不同意干嘛呀 赵姐说的做 姐 你这么做 是不是跟那天来的 张叔叔有关系 小孩子管这么多干嘛呀 放这儿了 是 是 可离晚上刚睡着了 好 好 能借的地方我都去借过了 还差一点 我们再分头想办法吧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一进门 我看你的眼神就看出来了 我也不是头一点认识你 一看我的眼神你就看出来了 我记得小时候在秋假的时候 你也经常跟我说这样的话 我总是回答你啊 骗谁都容易 就是骗不了你 小时候的事还提他干嘛 我们应该多想想以后 以前的事 都说我了 是 是 我整天还在小荣面前说 你是他的孤障 你什么时候改口 叫我一声大嗓呢 这不是随时的事吗 修雨醒了 刚醒 嫂子 我背躺得有点疼 你扶我起来坐好吗 我来吧 还是让我嫂子来吧 人来都一样嘛 过两天你们就是夫妻了 对了 书萍 你让小荣去县城有事吗 我没让她去县城啊 她一大早就跟安宽去上学了 怎么了 常文 早上我路过码头 我看到小荣搭第一班的交通船 去县城了 她去县城了 好 书萍 书萍 你怎么了 常文 你赶紧去看看 哦 这王小荣 这 这该死了王小荣 书萍 书萍 你别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慢慢说 这王小荣把我镯子拿走了 竟是唯一留给我的东西 你说的该不会是你妈留给你 当嫁妆的那个玉镯子 是啊 她昨天说说要拿去卖 现在镯子没了 肯定是她拿走了 这个糊涂的孩子 怎么一大清早哭天抢地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王妈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 士兵 您放心 无论如何 我一定会帮你把镯子 给找回来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来 您看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黑市 你瞧瞧 不用怕的 之前我妈每个一段时间 都会来偷买点咸鱼 要不我哪个的钱交学费啊 这都不吆喝 谁出来我们卖什么 他要是想找你买 自然会来找你的 你看你看 偷偷地交易 吆喝不就把事馆招来了 不是 就事馆抓住了怎么办 那就麻烦了 那是走资本主义路线 你知道吗 这 这么严重啊 没事没事 这不有我的吗 放心吧 走 走 来 就在这边吧 来 来 躯下 哎呀 过来吧 拖一下 好 来 把你的镯子拿出来 镯子放在这里 好好好 妈 等我把镯子卖个好价钱 咱就有钱可孤看病了 你放心 你就等着 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吧 嗯 哎 镯子需要吗 哎呀 啊 找我什么急啊 放好了 哎 需要镯子吗 这怎么了 是啊 嗯 三百 这个也有三百 太贵了w 不 哎哎哎哎呀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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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 meantime 好商量ですね 好商量 哎哎呀 愿意 对省 找什么急啊 又不是没人买你的桌子啊 对不起啊 都不要跑 唉 世瓜来了 Ferm zuk scenes 死者来了 soc稳่。别跑 你怎么回事 什么来了 快走啊 什么来了 快跑啊 不要啊 我的桌子 快跑啊 小柔 我的桌子 走啊 快站住 我的桌子 站住 这次又普空了 走吧 好 走吧 这边怎么办 怎么办啊 怎么办 你问我怎么办 是你把我带到那个鬼地方去的 你跟我吼什么吼啊 是你一样做男人 我才带你来呢 好不好 结果呢 结果怎么样 结果我妈的桌子丢了 还什么是男人 现在不折不扣 是个败家子了 你知不知道 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我妈会跟我说 不是让我把她的桌子卖掉 本来想卖个好价钱 我让我妈有钱跟我过看病 跟现在当好 我把我妈的桌子弄丢了 我对不起我妈啊 我对不起我妈 我怎么那么混啊 怎么办啊 现在 看什么看啊 没见过男人空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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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荣 你先不要哭了嘛 咱们在想办法吗 小荣 你有什么办法想 你看我今天都有什么办法 要把我爸那些桌子弄回来吗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王小荣 快跑啊 快走 你给我站住 给我站住 你妈的玉镯子呢 你别帮我小荣 是我带她去黑市的 玉镯子才会给世文给没收的 什么 不管阿宽的事 是我自己要来的 你们俩出什么英雄好汉呢 你妈把那个玉镯子 看得比她自己的命还要重要 她守了那么多年 那是因为玉镯子是你爸送的 你确定 那镯子是试管会收走的吗 出事的时候 镯子掉了 我亲眼看到挂着臂章的 把镯子捡走的 好好好 你们两个现在 马上给我回岛上去 其他的事情你们别管了 你干什么去啊 你还想让你妈伤心吗 滚过去 滚 谢谢 对不起 镯子呢 别 竖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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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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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竖子到底去哪儿了 马下荣该死 竖子丢了 让人没收了 你知不知道 那是你爸留给我们俩俩 唯一的东西 现在让你给弄丢了 我打死你了 我打死你了 我别打了 我别打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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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 你住手啊 我打死你了 阿姨啊 你这是打死了 是竖子也算败 打死你了 今生有种下来啊 打死你 妈 别打了 小荣家都是你给关的 小荣是我的孙子 她的命比我还重要 我能不疼她吗 奶奶 小荣 你是你妈唯一的宝贝儿子 你怎么能做出 这么让人伤心的事呢 赶紧给你妈赔个不是 让她原谅你 妈 小荣错了 你到县城 她能有故障了吗 她 怎么就只有你跟二块回来 不故障着呢 我在县城是碰到故障了 她一听说 镯子没了 就让我们赶紧回来 说让我们什么都别管 应该是去书馆所 要镯子去了 王小荣 你知不知道 买卖私货是多大的罪 把你送去劳改所都不为过 你凭是在家为非作歹 就算了 这才还练练你故障 你这个不成妾的败家子 我非得打死你 我 打死你 我只要打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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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就打死我 这个老太婆好了 妈 你知不知道 常文是有暗底的 不能再犯错了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哦 奶奶 我知道错了 妈 小荣知道错了 奶奶 找到搏 牌 只认了你 放心 我说过 要把你把浴卓子给招回来的 我一定受到做到 就这么多 你确认啊 同志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请问你上午 是不是有人在黑市 没收了一支玉镯子 这事你也知道 可惜啊 人家卖黑货的跑了 你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吗 我不是来提供线索的 我是来自首的 自首 我就是那个卖黑货的 校长 同志办出所 嫌犯抓到了 好 同志先别紧张啊 既然我人都来了 我就不打算跑 我只希望 你可以把玉镯子还给我 这事可由不得你 你老是坐着对警察来啊 好好好 你让我怎么样 我都会配合的 我只是希望 你可以把玉镯子还给我 那镯子的主人都急坏了 不行 坐着等着 坐着 好 好 舒平 怎么样 长毛回来了吗 最后的一班船都开走了 也没看到 哎呦 王小荣 你故障最好平安回来 不然你让你妈 怎么跟你姑交代 云平 书平 你看看 看看你办的好事 半来都要给你姑办幸事了 我进去看你姑 你跟我在这接着跪 你以为我想 明明不是我的错 你以为我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你怎么了 妈 妈 妈 千万别说出去 又一阵子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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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 你喝点开水能好些 妈 妈 妈 那去告诉我妈 你给我站住 强柔 听那位说 你妈扛这个家已经凤凡的了 咱们就别再给它添乱了 好 奶奶 你快出去 快出去 从今天起 你离奶奶跟你姑姑远远的 远远的 可是奶奶 出去出去 给我回去睡你的觉 就当到什么事都不知道 快出去 你不听话就打到你的腿了 小柔你快出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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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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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出远门哪 我想去常温那儿看看 如果她还没回来 我得去县城找她 是该去看看的 那秀宇今天 就麻烦妈照顾了 你就别管那么多了 安心去吧 好 妈 你没事吧 我没事没事 我是上火了 没事的 赶紧走吧 一会儿赶不上船了 那行 那我先走了 警察同志 求求你们了 我都已经让你们抓住了 所有的罪我都认了 你们是不是把玉镯字还给我 警察同志 不然这样吧 我跟你说那个镯子的主人 他住在那儿 你们帮我直接还给他 宋长文 你别给我细皮笑脸了 你的底我们都摸清楚了 你原来叫邱永富 是我们重点的列馆分子 是 你说的我都承认了 所有的罪我也都认了 我只是希望 我们可以把镯子还给我 那个玉镯子 是你犯罪的证物 怎么能说还就还呢 不过你放心 等我们做完相关的法律程序 那个玉镯子一定会还给施主的 行了 晚几天没关系 只要能把镯子还给我就好了 那现在可以如实交代了吧 书长 宋长文 有个叫许舒平的来看你 你见不见 舒平来看我 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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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